大家好,我是Stam 出道仅仅4个月 就以出道曲Qubit进入People的哈板排行 创下K-pop组合最快进入该榜单记录的新人女团5050 最近向所属公司提出了专属合约终止申请 而所属公司提告爆红出道曲Qubit的作词价等 非常糟糕的情况 引起了韩国网友们的关注 今天5050成员4人的法律代理人表示 4位成员通过法律代理人提出了专属合约终止申请 但所属公司并没有努力或者解释 而是透过持续的媒体报道破坏了成员们的名誉 不透明的结算 以及成员们因健康原因希望可以暂停活动时 所属公司无视要求并继续进行了活动的基点 让成员们感到非常失望跟沮丧 4位成员们并没有受到任何外部的压力 只是要求所属公司不要再损害5050成员们的名誉 而所属公司在6月27号向江南警察署对参与5050的专辑制作 出道曲Qubit以及Tell Me Login等歌曲的作词家提起了诉讼 The Gibbous与Attract签订了业务合同 但在项目交接过程中 The Gibbous阻碍了交接 甚至在从海外作曲家购买Qubit音源的过程中 未向Attract提供有关购买版权的信息 而是私自购买了版权 简单整理一下就是 苏属公司委托音乐制作人制作了5050的专辑 但是音乐制作人从中动了一点手脚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只因为一首歌红了新人组合再这样实在是搞不懂 现在要更加努力的时候却在搞这种事 又不是出道好几年了 真的是太不懂事了 难道是相信海外所以这么嚣张吗 知名度大中性粉丝团没弄好一个 凭什么这么有资讯搞背叛 所属公司真的太可怜了 他们真的太不知道了 现在只是歌曲爆红并不是成员门红 组合知名度一点都没有 是搞错了歌曲人气等于本人人气吗 所属公司直接使用5050把成员门全换了 可能大家也不知道 又不是过了几年 所属公司自己在赚钱 现在是所属公司一直赔钱的情况 出道还不到一年呢 在韩国当艺人提出专属合约终止申请的话 一般风向大部分都是支持艺人骂公司 但是这次觉得所属公司可怜的留言占了绝大部分 所以对于女团5050发生的一连串事件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从2010年7月开始 以固定班底出演Lendingman的从机后 最近在韩国 因为很多观众们希望他退出节目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我们先来看一下媒体的报道 在最新一集Lendingman中 成员们一起进行了猜谜吃瓜面打篮球的游戏 但是当天从机后却没有什么特别的活跃 其他成员们在对话的时候 也露出了无法轻松进入话题的样子 其他成员们在演情景剧的时候 也无法融入他们 整集除了微笑之外就是沉默 让观众们非常尴尬 更何况新加入的成员陈索敏 综艺感非常好 所以常常会发生与从机后对比的样子 我们来看一下对这则新闻的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昨天看了吃冷面的片段 说实话从机后几乎一句话都没说 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 以前还被称为是王牌 真的很有趣了呢 我是冷面的忠实观众 我有很多想说的话 怕被骂所以一直都没说 结果都有媒体报道了 这不是最近的事情 近几年都是这种态度 开场白的时候 其他成员们都在笑 只有从机后做他那招牌不高兴的表情 我们都知道从机后性格好很善良 但是能在冷面再努力一点的话 该有多好呢 因为所属公司的事情 心烦意乱都是借口 艺人不就是要这样 就算自己没睡觉情绪不好 也要以不让观众们知道的心态工作吧 明明是在赚钱 却最起码他努力都不做才是问题 真的该下车 不要把我们当成黑粉酸民 从上周的节目大家都去看一下 从机后说话的部分总共不到三分钟 况且最近一直都是这样 然后能不要一直看手机吗 车员们在说话的时候 一直拍到他自己在用手机 我很喜欢伦地面车员们跟家族一样的感觉 所以反对他下车 只是希望从机后能再热情一点 对于韩网几乎是一面斗的反应 华语圈的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